苍蝇应应叫着,在人们身边盘旋,人们厌恶苍蝇,苍蝇围着人们转身一百圈,也不会被人们喜欢,也成不了人们的宠物。 苍蝇应应叫着,飞回了垃圾堆,人们厌恶苍蝇身上的细菌,它给人们带来了疾病,人们制造了银胎和杀银养,用来补杀苍蝇,苍蝇不承认自己有罪,认为细菌是世间固有的, 不是它制造的,难道人的身上就不带着细菌吗?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下手中的银拍,属相侯在2018年9月福德公迎来火星,精力充沛,和顺开场,再加上运势不断在走上坡路,会变得格外有斗争肉体。 宣服即是,一同社会资源更丰盛的条件下,反而成功机会越大,假定防止桃花越影响到财运,究竟有没作业好运,生意会做得如日中天。 9月好消息温至踏来,生肖猪天天的开怀,爱笑得猪猪运气不会差,生肖猴的朋友做事胆大心细,性格活泼人员出众。 9月中旬即兴照耀,到时候好运连连不断,一天旁钉,两发旺财,三中投奖。 而且生肖猪们收入盲涨,假如顺利抓住时机,一路贵人越忙胜,另外生肖猴之人,往后三个月将迎来财富上的大丰收,解决物质困扰。 同时要注意,要保持科学的工作方式,相信越努力越幸运,经过不断奋斗,将来好消息次第降临。 生肖猴朋友在诸年,终会有极心复得的护佑,越是与以往的几年相比,越是会有相当显著的提升。 这一年,属猴的人才路畅通,复兴高涨,经营门店的属猴朋友,由于会有资金方面的援助,你们可以扩大门店的规模,门店的月银业额,每月都有较大的增长。 你们可通过设计一些促销手段来提高店的成交量。 股市离炒股的属猴朋友在这一年,选择合适的股票是特别关键的。 如果选择不当,你们忙受的损失是较为惨的。 事业运方面,属猴朋友事业将进入八价的大好时期。 在职场上朝九晚五上班的属猴人,你们的工作能力,在企业中是首屈一指的。 并且人际关系也不错,与公司很多人打成一片。 因此体业领导的晋升名单中会有你的名字。 而在政府单位工作的属猴朋友,你们尽职尽责。 故此辛劳的工作表现,被领导记在心中,升职是大有希望的。 这一年虽然属猴朋友害太岁,不过对财运日系影响不是很大。 猪年里,你们的财运骄傲,在正业上,你们提出的构想,今时时得到很好效果。 为企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因此你们的工资水平,业绩奖金都有足度较大的上涨。 属猴的人在猪年里,也适合去从事一些副业,不过在考虑副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期。 你们应选择自己所知道的很多,很广的行业,自己没有接触过的行业不宜去做副业,想要与其他人协作项目来获取高额汇报的属猴朋友。 你们务必要清楚合作的人应是自己所信赖的,关系亲近的,如果与不熟悉的人协作,很容易因为钱财平分问题,而发生严重冲突。 属猴的人在生活中还拥有提防骗子的意识,特别防范,一些骗子冒充你亲友,以达到骗走你钱财的目的。 属猴朋友在平时要注意不能感情冲动,宁理性带物。 如果有心做大事的朋友,可以选择佩戴生肖猴专属守护手链回家,可以帮你清除事业上面的障碍,工作上让你遇到贵人,帮助你在事业上出现进一步发展的契机。 也建议希望从此安稳无忧的朋友,可以把自己的守护手链佩戴在身上,抑或释放置在卧室枕头底下。 能够透过视频,听到你的所觉所想,帮你远隔魔障,转据增运,预期增级,逢兄弟兄,祝你夺逢贵人。 远隔小人,事业顺利,万事安排,喜愿喜气,与你相随。 点下方,可把喜气藏起来,生肖猴专属转军王财狩猎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